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真理播报 我是丽雅倩 我们首先来带您关注的就是 现在您所看到的现场画面是神舟13号在人飞船 所搭载的三名航天员已经是在稍早前成功着陆于地球上 那么事实上呢 三名航天员是完成了半年 在空间站驻流任务之后是在今天踏上了回家之旅 那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着陆之后 目前整个现场都正在进行后续的程序 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 好 针对于目前整个流程将会如何来进行 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员宋仁平先生来进一步为我们解说 姚倩好 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点 这一次飞船降落是非常的平稳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飞船现在是一种正常的姿态降落 也就是这个整个降落的姿态是完全平稳 这个其实和当地的天气有比较大的关系 而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现场的搜救人员包括两位 一类呢就是对飞船进行这种外观检查 另外呢就是要看一看究竟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破损的地方 那么当整个外观检查都正确无误的状态下的话 将会打开舱门 打开舱门 然后呢将会由医务工作者来实施相关的救助的工作 我们下面所看到的就是旁边你看有一些工作人员 就是在对飞船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 看一看烧石的情况 包括其实我们能看这个飞船基本上还不错 真的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的航天材料尤其是防热材料 真的是做的越来越好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飞船的状态 可以说是保持的非常好 其中有一小半大家能看得出来 就是烧石的相对来说颜色比较重一些 这个呢也是在返回大气层的时候 你看刚才看左边这一点点 烧石的比较严重一些 这个就是在返回的时候 烧石对于这种防热材料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烧石 其实在返回的过程中 烧石最厉害的就是防热大底 防热大底是在这个飞船的正下方 它是要直接面对大气层的烧石 这个防热大底已经被抛掉 因为防热大底抛掉之后的话 才能够启动反推火箭 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航天材料不断的进步 尤其是我们防热材料不断的进步 我们现在的返回舱也是越来越安全 这个对于我们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来讲的话 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而且在返回现场的时候 大家其实能看得到 其实不同的工作人员所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 所以也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 相应的保障的工作 那么下面将会开启我们返回舱的舱门 然后通过义务工作人员和我们的航天员来进行对话 了解这三名航天员的基本现状 而且也会对航天员生命体征来做一定的了解 来看一看是不是现在的身体状态一切良好 相信我们三名航天员身体素质一个比一个棒 所以的话经过这样一次返回的过程中 对他们来说的话也都是一次小小的考验 那么这一次返回落点也是比较精准 而且我们现在航天指控中心还在不断的发布各种指令 就是要求不同的地面搜救人员 地面的工作人员来 大家听到了航天指令所提出来的 一间医保人员现在即将进舱 来和我们的航天员来进行对话 而且对我们的航天员进行初步的身体检查 看到了吧 对舱内的一些物质包括空气实施采样 这一次的降落也是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降落的过程中的话 姿态控制是拔的稳稳的 相信我们三名航天员现在是心情大好 真是回到了地球这个家呀 现在就是一间医保人员在进行和航天员之间的对话 也就是舱门已经被其他的工作人员打开 由一间医保人员来实施和我们三名航天员之间的这种对话 包括相应的身体的这种初步检查 从目前来看的话 飞船降落到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这个时间真的很短 这说明什么 说明落点预报非常的精准 落点预报越精准 作为我们地面搜救人员员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来实施相关的救助工作 现场呢都还在进行各方面的一些协调处置工作 那么最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医保人员都正在进行为航天员来做一些身体的检测 那么稍后当然我们就会看到航天员出舱 然后做进一步的后续进展 刚刚我们听到是宋先生方面来为我们解说现场 我们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在北京现场的霍伟伟 来带给我们他的观察 伟伟你好 早上好 雅倩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9点56飞的时候 深周13号飞船 载日飞船是顺利的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 这次确实如刚才宋先生所说 最后是以直立的状态落到了东风着陆场 降落之后 首先现场的我们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不同服装的人员 现在穿着白色裤子蓝色上衣的是一间一宝的人员 而橘红色服装的人员是东风着陆场工作人员 当深周13号返回降落的地面之后 首先要进行的一个现场的环境监测 主要监测是几项内容 一个就是关于在空中将多余的推进剂 我们在降落过程当中看到 将多余的推进剂抛出之后 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烟雾 但是落到地面之后 首先要检测推进剂的抛除 是不是完全抛干净了 还有第二个刚才宋先生讲到的 在降落地面距离地面还有一到两米的时候 有反向的推力发动机 是一个固体发动机 固体燃料的发动机 也要检测整个发动机运行之后 是否残留有其他物质 而刚刚我们看到在返回舱 舱顶的舱门打开之后 医保 医间医保的人员进入之后 也首先要检测一下 返回舱内的环境情况 是否受到污染 返回舱内的整体情况 医间医保人员进入到返回舱之后 首先是要进行询问 包括三位航天员的状态怎么样 然后也进行初步的一个诊断 判断航天员的整体情况 确实这一次 我们知道三名航天员 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 在空间站的工作时间是183天时间 也是中国航天 载人航天史上在空中停留时间 最长的一次 这也是这一次我们空间站 在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航天员在空间站180多天的生活 对身体生命体征造成影响如何的 一个关键的实验内容 现在大家现场都在等待着的是 航天员在经过了初步的健康评估之后 出舱的一个情况 地面的队伍抵达之后 我们都知道地面队伍当中是包括 有三辆一间一保的车辆 三名航天员将会飞别被送上 三辆一间一保车辆 转运到直升机停机坪 然后通过直升机再转运到附近的机场 今天下午将会返回到北京的航天城 而在现场的话 除了我们关注的三名航天员的状态之外 还要关注的是飞船 刚刚宋老师也讲到了 飞船这次也是从目前的外观看状态是非常好的 但是同时也要进一步的分析 这次降落过程当中 返回过程当中 对飞船造成影响的是哪一部分 下一阶段我们有怎样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要吸取 我们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地面的一些车辆也是抵达到了着陆点位置 可以说大批的队伍已经陆续的抵达 因为这次确实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时间比较长 我们看到一间医保人员进入之后 停留的时间比上一次要长一些 是 韦韦刚刚带我们来解说整个现场画面 可以看到神舟13号在人飞船返回舱已经是成功着陆 那目前您所看到就是医保人员持续的 在对航天员进行整个身体状态的一个检查 同时呢包括返回舱还有环境监测等等的部分 也都持续在进行当中 我们继续再请教到实时评论员孙荣平先生 为我们进一步解说 实际上这个医间医保检查的过程 大概会持续20分钟左右 也就是按照流程来对每个人 比如他的生命特征 包括心跳了 包括其他的各个血压了 都要进行相应的测量 那么大概20分钟 然后三名航天员将会在地面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出舱 出舱之后的话 将会摆放三个半躺式的椅子 让他们现在出来之后的话 在椅子上来适应 大概一段时间 那么实际上在地面进行适应的时间 应该比较多一些 那么之前呢 我们是在舱里面有更长时间的适应 现在呢 我们把适应的时间 缩短了 而要把更多的适应的时间 放在一间一宝直升机上 因为直升机运送三名航天员返回到驻地的时候 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所以就把这个时间 基本上改到直升机上来进行 这个也是一种重力的适应 当然对于航天员来讲的话 包括我们其中有两名航天员 已经不是第一次返回 所以他们也都对相关的流程 有更多的了解 当然从我们返回的角度来讲的话 中国航天也在不断的优化改进过去的流程 以前呢 有一些工作呢 可能比如在返回舱里面滞留的时间长一点 后来发现我们需要在其他的地方 可以做一些优化改进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中国航天 尤其是载人航天 不断的来优化过去的一些基本流程 让这个流程更加适合于现代的发展 尤其是航天的发展 那么在重力适应之后的话 那么直升机将会对我们的航天员 实施转运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北京礼拜 同风航天厂的工作人员上 又上到了返回舱 看样子应该是协助于我们的航天员 将会出舱 我们的航天员都是 身体素质非常棒 下面我们能看得出来 我们的东风航天厂的收救人员 应该是协助于我们的航天员要出舱 因为医间医保人员都已经下到了返回舱的下面 这就说明三名航天员经过问询 应该了解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都非常之棒 那么下面就是协助于我们三名航天员 一个一个走出返回舱 毕竟是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作为三名航天员 需要对重力环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也是根据不同的航天员的身体素质 适应的能力应该有一些区别 相信我们三名航天员都能够快速的出场 包括我们神州五号的时候 杨立伟呢 基本上也都是在相关人员的帮助之下 自主出舱 这就表明中国的航天 尤其是我们的返回舱的设计呢 也都是比较合理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 北京 我们三名航天员 我是神州13号 我以安全着陆 返回舱正立 动摇 感觉良好 东两感觉良好 东三感觉良好 东三感觉良好 北京 我是神州13号 我以安全着陆 返回舱正立 动摇 感觉良好 东两感觉良好 东三感觉良好 北京明白 祝贺神州13号 你们辛苦了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北京见 中心的任务已经结束 下面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随着刚才口令的下达 北京航天指控中心的任务 已经圆满 结束 下面呢 就是由东方着陆厂 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安排 包括工作的交接 那么刚才 三名航天员都已经 向北京航天中心 汇报了 感觉良好 那么下面呢 就需要三名航天员 一个一个出舱 这也是一个 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另外一方面的话 下面的工作 其实还比较多 也就是三名航天员 出舱之后的话 我们也需要有工作人员 对返回舱 来做相应的处置工作 一方面的话 就是在返回舱里面 还有大量的试验包 这些试验包的话 也需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它进行分类整理 然后送到指定的地方 这实际上要对返回舱 也要采取一定的工作 来进行相应的处理工作 北京明白 你看刚才所汇报的就是落点的具体落点状态 那么和北京之间进行沟通之后的话 对于我们下一次返回舱落点的这种预报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神州13号返回舱正常返回着陆场 三名航天员状况良好 神州1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神州13号正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整个飞行任务已经圆满成功 刚才作为指令长在刚刚所提到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返回之后 正立 什么叫正立 就是飞船是正常的处在树立的状态 这个就表明这次返回不仅仅落点比较精准 姿态也比较精准 那么神州13号载人飞行任务 到此也就圆满成功 下面就是一些收尾的工作 一个就是航天员将会转运到北京航天员之家 也就是到北京航天中心 要进行隔离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要对返回舱做到相应的处置工作 将会把返回舱通过录运的方式 来运到北京航天舱 还有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对相应的试验包来做到分类整理 那么来进行后续的实验的一些工作 所以这一次的神州13号的任务是比较圆满 非常的不错 好刚刚您所看到就是神州13号载人飞船 所搭载三名航天员 在完成了半年的空间站驻流任务之后 今天是顺利的抵达地球 您刚所看到就是神州13号载人飞船 是成功着陆而且是圆满的成功完成任务